画繁为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究社的分享视频 本节 我们来讲通过公司主页 去搜索这个客户资源的第五个部分 就是通过这个URL和这个Title 去搜索我们要的客户 这个我们回到之前的这个 搜索的这个思路表里边 我们看一下 那么之前我们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我们从市场区域 贸易价值链,公司性质和产品 我们这个主要是集中在 利用网页上面的文本信息去进行搜索 在这个Text进行搜索 那么当然我们同时也限制了 也限制了这个Site 通过Site去限制这个区域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个URL和Title 我们来用这一块进行搜索 进行就是这个URL和这个Title URL和Title进行搜索 以前我看也有很多朋友分享过这一块 用这个方式去搜索 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劣势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搜索出来的客户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准确率 这个更高一些 这个准确率高一些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原来搜索出来 比如说你通过一个观点试 搜索出来10万个结果 10万个网页的话 那么这个里边可能有 这个1%是你要的 大家比方说这是1000个是吧 但是如果你通过这个URL和Title 去进行搜索的话 可能这个比例和成倍的上证 可能10万个网页里边 可能有10%都是你想要的客户 是吧 这个是它的优势 这个是它的优势 就节约你的时间 当然反过来就有它的劣势了 这个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观念 就是你越容易搜出来的 那么节约的时间 但同时可能开发难度越大 因为什么 因为你容易搜出来 别人也容易 也容易搜出来 搜出来以后 那么这样的客户就容易被 容易被过度的去开发 那么实际上你在开发的时候 效果就不是太好 所以说我们通过 Google搜索客户去开发市场 那么你至少在两个能力上面 有一个你要突出 要么就是你能找到 别人没找到的客户 要么就是大家都找到客户 你有更强的开发能力 更强的沟通能力 当然如果你两者都很强的话 那你这个业务就是高手了 是吧 那我也希望你这两块的能力 都能够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一个视频 我们就主要来讲一讲 如何通过UIL和Title 是吧 这个这两个 这就是通过网页这两个地方 去搜索 我们要的客户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先还是进入这个谷歌 进入谷歌 我们先随便搜索 这个backpack 我们先搜索 搜索以后 然后呢 我们就随便点击一个 随便点击一个网页 随便点击一个网页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网页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网页 我们点击进去以后呢 好 我们点击 我们进去看什么呢 我们先不要看内容啊 先我们就先看看这个 我们先看看网页边代码 网页边代码 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title是什么 title是什么 这里我们进行一个搜索 title是吧 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命令 这个地方 这一节呢 就是他的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title 就是这个网页的一个标题 什么相当网页标题 那么这个URL是什么呢 URL就是这个地方 网址是吧 整个这个网址链接 这个人就是他的这个URL 是吧 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就是他的URL OK 那么所以说我们呢 这一节要讲就是 要么从这个信息当中 就从这个这个部分当中去搜索 要么呢 就是从这个网页的这个title 这个部分呢 去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搜索 要么就从这个地方进行搜索 是吧 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一般来说啊 title里边如果是我们要的这个 也就是如果出现我们所谓 它搜索的关键词的话 那说明说明这个网站 它的这个内容和我们这个是极其极其相关 极其匹配的 对吧 因为title嘛是一个网站的一个主题嘛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都涵盖我们所要的关键词的话 那肯定这个网站和这个是是基本是完全匹配的 是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url url的话 如果里边包含 你看这个啊 你看这个 看这个网页 如果它包含这个backpack的话 说明它这张页面 就这个这个网址下面的这个页面的话 就是跟就是基本上都是什么 讲这个和这个backpack有关的这样的页面 所以说既然它都有页面和我们这个产品完全匹配的话 说明它的有有业务和我们这个什么是匹配的 所以说你通过这两个去搜索的话呢 相对来说准确率啊会更高一些 基本原理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就下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怎么去怎么去操作啊 因为有些朋友google用的也不是太熟啊 那我们就是也简单来演示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还是这个先进入这个 advance search啊 我们把把这个区域啊 还是语言和区域还是设置一下 英语 然后呢我们还是搜索这个 还是搜索美国吧 还是搜索美国 好 那么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OK 那我们就回到直接先先回到这个搜索界面吧 在这里我跟大家输入这个秘密啊 好 那么怎么要去搜索啊 怎么要去搜索这个 去搜索这个 呃 url里边 涵盖 我们要的关键词的呢 那 它的命令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前面输入in 啊 url 然后一个 英文的冒号 大家记住这里面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这个冒号是英文的 不能输入中文是吧 第二个呢 是这个后面的不要去空格啊 就直接连在一起啊 url 就说我们要在这个网址的这个 这个里边出现backpack的信息啊 出现这个 那我们进去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啊 这里现在的这个 现在是一千万是吧 一千万个 一千三百万个收入结果 好 那我们在url里面我们看一下是多少 好 这个收入结果已经 已经到了一百万了 是吧 那这个实际上已经只剩下原来的1%了啊 只剩下原来的1%了 所以说这个这个精确幅度的那大幅度的这个 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是吧 这个精确度的话 好 那么一般来说啊 这个 你像这个url里面能够带产品观点时代呢 无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b2b或者b2c的这样的网站 那么他有专属的这个页面是吧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个公司 那么他一个公司是做这个系列产品的其中 有一个页面是专门用来介绍这个backpack的 是吧 或者说有一个页面是专门是用来讲和backpack有关的内容的 对不对 当然也会出现一种博客啊论坛的 可能专门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这里我们我就不不去再仔细去辨别了啊 这个我们就只给大家演示 那这个搜索的功能你是如何去如何去实现的是吧 你看这所有的结果里边的话 你看这个网址里边有backpack是吧 然后呢 这个网址里边有backpack啊 实际上都是这个网址里面什么有backpack的啊 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客户呢 你到时候根据自己产品去操作 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精确度啊 要比你之前至于搜索这个网页内的文本的这个模式呢 要要精确一些 是吧 你能够迅速的把符合你的客户能够把它提炼出来 好 那么我们讲一下 如果说这个里面有两个词的话 如果你这个这个里面有两个词的话 我说一下你该怎么去操作 比如说 比如说的话 我们我们随便找一个产品啊 我们比如说找一个这个 如果你想要这个travel backpack是吧 如果你想要查这个产品的话 好 那么如果你要查这个产品的话呢 那么你前面呢 在这个就是两个产品的话 你在前面加一个加一个词 就是all all 就全部的意思啊 all in URL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是就是说用all in URL的意思就是 这个网址里面必须同时同时包含travel 也同时包含这个backpack 这两个词啊 那我们再进行一下搜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搜索结果 好 他已经到什么 已经到了六万两千个结果了啊 这个和刚才一百万又什么 又又砍掉了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五了 是吧 那么剩下的六万多个结果 那么你看这个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有这个 他的网址里面都是有这个travel travel 同时有travel 还有什么 还有backpack 是吧 同时有travel backpack 那么如果你说我想更精确 我想他们俩连在一起 那你觉得连在一起更符合你的要求的话 那你就用这个 我们之前介绍这个是吧 引号 把它引在一起 是吧 就表明这里是要精确 要精确匹配的 在这里面要精确匹配 好 我们再进行搜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搜索结果 一下变成了一万七千八了 是吧 这个就更精确 那么你看他的这个是都是什么 都是连在一起的 travel backpack 是吧 在在这个网址里边 travel backpack ok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在url里边去搜索这个 搜索这个产品呢 搜索这个产品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 能够迅速的 签订出一批和你相对来说 比较对口的这样的客户 好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这个产品啊 当然你前面也可以再去 再去组合其他的词啊 再去组合其他的词 比如说你可以在啊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把这个网址呢 稍微放为放为这个放大一点 是吧 然后我们在前面呢 可以你可以输入一个什么 给你可以输入一个地址 是吧 我们搜索这个加州的 然后我们可以进去搜索 哎呀 他这个是真是太太难认了 太难认了 那么这里搜索出来 基本上就是要是 要是这个加州的是吧 属于加州这一块的是吧 这个数量我们看一下 9万多是吧 9万多 如果这个 如果不加的是多少呢 我们看看 如果不加这个 卡尼佛尼亚是多少 这个是 这100万是吧 你看这就只剩下10%了 缩小了10%了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还是一样 可以根据前面这个 去自由的去组合 那自由组合各种条件 来进行限制 好 那么我们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说哎 在url里边 我们如果你想 更快速的 我们就要你更快速的去 去获取一批客户 同时想能够找到 他联系方式的话呢 那么 这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url里边 啊 我们可以输入这个 contact啊 一般就是这个公司的联系页面 是吧 然后我们在前面输上这个backpack 是吧 就说backpack这个产品 同时呢 这个url里边是什么 是contact 好 那我们进行这个搜索 好 那么这个搜索出来的结果 就是什么呢 都是你看 都是contact的页面 是吧 都是公司的这个什么 都是公司的联系页面 是吧 同时呢 还是还是要跟这个什么 跟你看这个 跟这个backpack什么 这个产品有关的 是吧 这个结果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呢 是29,700 29,700 这个数字其实也很小了 对不对 在美国的话 29,700 那么同时你如果前面 再加上一些 其他的限定词的话 那你就有想 可以想一些其他的方法 把这个几万个 这个结果 把它都汲取出来 但是还是我之前 说那个问题啊 这个这样的方法呢 看起来速度很快 对吧 但你要知道 其实这种方法 已经被很多人都用过 所以说呢 这里的客户 但凡是稍稍好一点 客户呢 可能都是被同行 联系过多次 联系过多次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你就要去提升 你的这个跟客户 沟通的一个能力 OK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url 是吧 通过url 那我们可以再 再换一个 换一个搜索minium 在这个 in这个in title 我们在title里面是吧 好 那么我们换一下 in title 那么我们搜索这个 backpack 是吧 在这个网页的title里面 要有backpack 好 那么这个收入结果 是多少次 是150万 150万 150万的话 这个和之前 我们如果不加这个in title 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 接近有一个亿 是吧 接近有一个亿的 应该是1000万 应该是1000万个收入结果 所以这个已经什么 已经缩小到90%多了 是吧 只剩下1%的收入结果了 所以说这个已经怎么样 已经很精确了 是吧 已经很精确了 这个 当然你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像我们刚才说 你也可以再去组合 这个组合这个两个关键词 是吧 我们说这个 travel 是吧 travel 我们一样了 这个地方 你要也是要写上 all in title 是吧 all in title 那么这个里面要 同时出现这两个词 同时出现这两个词 我们再进去搜索一下 好 我们看看这个收入结果 剩多少 好 它已经剩下什么 10万 10万5千了 是吧 这个就更精确了 对不对 那么就 就title里面 我们必须要有这两个词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 它的title里面 有我们要的这个 要 我们要的这个信息 这个travel backpack 我们还是进去看 这个page source 是吧 这个网页原文件 完了以后 我们搜索title 是吧 title 我们看看在哪里 好 那么这里是他的title 我们看到这里 travel backpack 是吧 有了我们要的这个收入信息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 他的title里面 就有你要的产品信息的话呢 总体来说呢 适合你的产品啊 这个匹配度 肯定要比 直接去搜索这个网页 text的信息 要高出一些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title去搜索 那么这个呢 总体来说啊 这个操作方式呢 就这个样子啊 并不是太复杂 那么最后呢 我在我在这里 把这个命令给大家再写一下吧 因为怕有的朋友刚才看了以后 不是太清晰啊 in url 然后呢 是这个英文的 英文的冒号 是吧 如果你后面要搜索 同时要数量好几个词在里边 那么你这个 all in url 是吧 那么如果你要这两个词是紧紧挨在一起的 那么 这里写错了啊 那么直接用这个in url 然后呢 后面要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 引号 把它引在一起 把它引在一起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 是这个title 是吧 我们把这个换成title 就可以了 intitle intitle 然后呢 这个是 all intitle 或者说呢 是这个intitle 然后呢 后面加上这个 加上引号 是吧 精确匹配 你要的词 ok 那么有关这个url和title啊 去搜索相关的客户这个操作呢 就给大家演 就是演示到这个地方 那么呢 大家下去以后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产品呢 去做这个练习 好 那么今天的分享内容呢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后面的视频再见 by bwd6